有海外中文媒体消息称 宋祖英因涉嫌违规动用军费和文化部经费举办个人演唱会 从1月13日起被中共中纪委、军纪委双重调查 多次为宋祖英操盘演唱会的曾庆红胞弟曾庆怀也被中纪委约谈 上述消息目前仍然没有得到官方证实 但是宋祖英、曾庆怀被约谈甚至调查的传闻 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在坊间流传 早在2012年1月大陆网络上就开始流传 前中共总后勤部副部长古俊山在被调查期间 供出了几乎所有人 特别是供出了江泽民的情妇宋祖英 当时网络上也曾一度盛传 宋祖英遭中纪委、中央军委纪检部门双重调查的消息 2014年 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当局调查后 香港媒体披露 徐才厚交代了他曾经几次动用军费 赞助宋祖英在悉尼、维也纳和美国华盛顿举办个人演唱会 与此同时 新浪微博网络上也开始流传类似消息 当时消息说 中共海政文工团团长宋祖英 由于2002年在悉尼、2003年在维也纳 2006年在美国华府举办个人音乐会 违规动用军费和文化部经费 遭到中共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纪律检察委员会双重调查 宋祖英曾经在大陆娱乐圈呼风唤雨 竭尽张扬 几年来 江泽民与宋祖英的淫乱丑闻举世皆知 中共十八大后 江泽民集团的核心成员 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薄熙来、令计划等人纷纷落马 宋祖英也被摆到台前 不断被中共官媒明朝暗讽 与宋祖英案有牵连的曾庆怀 是江泽民大内总管曾庆红的胞弟 曾任中共文化部特别巡视员负责文艺演出 并成立多家公司大肆敛财 2017年4月 有香港媒体披露 曾庆红、曾庆怀兄弟的家属 在国内外敛财至少400多亿元人民币 据称 这是自2015年1月7日以来 当局对曾庆红、曾庆怀两兄弟进行的第三次约谈 而且情况已经发生变化 当局明确告诉他们 问题很严重 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 据知 曾庆红之子曾伟已经四年没有回国探亲 早前有消息说 针对身在澳洲的曾伟 北京当局已经安排秘密抓捕 曾庆红是江泽民集团的二号实权人物 被指是江泽民的军师和核心智囊 曾经主管中共党内特务系统和港澳事务 被内部称为黑面杀手 整人手段残忍 特别是近几年香港黑帮乱港事件 据称都有曾庆红幕后主使 中共十九大后 当局多次点名薄熙来 周永康等人 阴谋篡党夺权 据称 该政变集团的幕后主使 正是江泽民和曾庆红